台運這壹壇 台運這壹壇 今天有很多的好康要報告妳知道 你們夫妻爭吵不休嗎 原來是風水惹的禍 走起一路來都好像 這裡會撞到那裡會撞到 東西妳這邊哪不方便哪不方便 當然妳火氣就來 火氣就來講 家裡就是夫妻兩個人 就撞起來了 我知道了 我現在知道原因了 你們家就是這樣 余天友是沒事 他最喜歡看什麼你知道嗎 東森購物頻道 他故意挑起來 我們兩個人的口角你知道嗎 其實本來沒有細心的 沒有要買二手的嗎 沒有 嘴巴越快的人越容易或從口出 十一月份哪些人的口舌是非最多呢 妳會因為好管閒事 妳會因為妳自己的正義感 或妳覺得我應該要出來說出話 結果兩方人馬全部都 箭靶都堆到妳了 那應該不是只有十一月份嗎 應該是每一個月份整齡度吧 妳會被什麼人吃死死呢 台運想要測驗幫妳找出 妳愛情上的客心會是誰 今天要使用測驗的進入潛意識 我們來找出來 誰是妳愛情中的客心 太現實了 這個很準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 我現在根本就是不想談戀愛 除非妳就是拿錢來把我砸死 對 學新單元神米神掛 十二顆米就可以預知 妳最近的財運背不背喔 那我們來看 妳最近財運好不好 問妳做了什麼 會得到相當大的收過 是 如果妳屬於這種的話 這三個月妳放膽去做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妳 好 不主持了 我跟妳去爬山都有錢 來 好 預備 歡迎收看今天的快運精靈團 觀眾朋友有福了 我們今天補陽老師 要為大家帶來 超神準的神米神掛 所以觀眾朋友 你只要準備十二粒米 待會兒我們要來告訴妳 妳最近的財運 會不會很背呢 趕快準備十二粒米喔 就可以跟我們一起來進行 神米神掛囉 一起來歡迎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李亞萍 你好 妳好 妳好 大家好 亞萍姐 妳今天穿的算多囉 我今天穿的雖然是多 但是還是有東西可以看了 看一下 不過亞萍姐 因為今天這個包病 對 我今天感冒 重感冒 真的重感冒 對 重感冒 臉像花粿一樣 不會吧 不會 平時的我比較漂亮 還是一樣漂亮 是說呢 觀眾朋友呢 沒辦法看到妳 就是說可以有更多的展露 有點可惜 感冒 穿比較多 不是啊 因為為什麼 天氣也涼了嘛 妳不能叫我穿的露背裝 到處跑啊 雖然自己很想對不對 是啊 我今天本來是想說 我答應製作人 是穿這個國王新衣服來的 不穿衣服 很猛耶 好 來 我們放學了 現在的思維當中呢 其實呢 女生呢 一向都被男生 是認定是比較長舌 比較八卦的 就包括一些呢 這個八卦節目呢 沒有錯 節目主持人都找女性 所以自己就是說 也表示他們也比較 有得發揮啦 那當然呢 女生呢 在外面呢 通常呢 也會洗洗涼 可是你知道呢 其實回到家裡面 唸得可兇了 真的要唸起來的時候 是肆無忌憚的 愛怎麼唸就怎麼唸 那很奇怪喔 如果是男生呢 幾個呢 聚在一起聊天呢 就很好聽 叫Men's Talk 女生呢 三姑六婆 太可惡了 其實真的講起來的話 我們家男生才唠叨呢 我們家女生完全不講話 反而是對不對 對啊 妳要嚴厲的懲罰他 妳就不跟他講話 他就忍不住 其實真正唠叨的是他 是余大哥 也不是 他也不敢講話 為什麼 就是動作大 東西 啪啪 關門聲音 啪啪 妳就嚇了 她就知道 這個人頭髮再縮起來 如果能像 如果能像雅萍姐兒 把這個丈夫交得這麼好 對啊 真的 那不是說一天兩天 那數十年 就好好的教導了 這有交嗎 不用交 不用交啊 好好喔 我跟你講去服兵役 就是一個 還把我的米掛都給噴開來了 好炫喔 就哪裡有 哪裡有屁股 根本就是說 結婚 妳娶我 妳就是服從 沒有別的 黑板講的是 白的妳就要說白的 妳要這個冰可以交啦 對啊 這樣子妳才要嫁給他 那不然妳幹嘛嫁給他 如果不這樣服從的話 妳幹嘛要嫁給他 好 那當然其實這個雅萍姐 因為妳就是說難免喔 做媽媽的人 總是會就是說 比如說擔心兒女啊 擔心這擔心的 就是說妳真的要去唠叨的話 譬如說妳會唠叨他們 什麼事情 對 我對小孩子比較沒有責 我比較會唠叨小孩子 對不對 對 我最擔心他們開車 開車 開車因為妳知道 半大不小的小孩子開車 很猛 這樣一飛妳知道嗎 媽媽飛也就算了對不對 小孩子跟著飛 真的是不得了 所以我就跟他們講 一直唸這件事 對 我就跟他們講 一面開車我就一面在教導 他們永遠坐我的車子 都聽我在教訓 我跟你講 車子開車 第一原則就是不能快 第二就是要守規矩 可是妳都是在採120的時候 跟他們講這件事 不是 沒有 我兒子每次都說 媽 妳現在在炒紅燈 對啊 我就說 妳這樣一邊教人家 問題是妳就說 千萬要守交通規則 但是妳就咻 我就說 我已經過到一半了怎麼辦 還有一點的話 我跟我兩個女兒講 妳剛好怎麼樣 一定要守規矩 尤其是在國外開車 我跟你講 規矩是最重要的 然後走到一半 媽媽 妳上了彎位了 我逆向行駛上彎位 對面的車子一直跟我 啪啪啪啪啪 我說 然後還不好 車窗搖下來 這個典範實在是很不好 大家不要以我為典範 我跟那些人抱歉好不好 我搖下車窗 我竟然講 已經上來了 妳怎麼辦 妳叫我下去不撐 發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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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就是說妳自己難免會是擔心 會去念東念西的 念他們這個事情 可是其實自己也就沒辦法 對啊 妳覺得妳講話 妳就說妳平常講話直嗎 直喔 直喔 老師妳們覺不覺得我直 因為常常通到底 真的喔 妳是吉金宮 明天是脈郎中 表面上都是妳贏 都是蘇姜 真的嗎 就知道 對 我就知道 現在妳提醒我了 回去我要做曼郎中 所以今天雅萍姐到我們節目裡面 來好好的了解一下 恍然大悟 我回去就是說 又有一些新的方法 可是這個可不可以改變呢 一個人個性要改變很難 除非外力 比如說大難不死 不過我這邊有八成把我 改名可惜的感覺 很多人很不相信 但我案例大概 但是雅萍姐用這個名字 用那麼久到現在了 突然間改名字很難用吧 一般人來說 沒有什麼大問題 她不會去修正 是OK的 對啊 不過我倒擔心妳心臟的小心 心臟 心臟 心臟還是錯 心臟 心臟 個性太直太快 還好耶 我心臟還好 是余天島她常常跟我講她心臟 又是假象 還送急診耶 榮總 又是假象 眼睛太真了吧 眼睛好逼真喔 好 你夠記住 你回去 你想想看那一天是 日妮有多念了她什麼事情 所以那天心臟就 難怪我跟妳講 我真是我講真的喔 她在看醫生的時候 妳知道嗎 我覺得她跟醫生套好招的 怎麼樣 絕對套好招的 為什麼妳知道 她還一定要我去 然後我扶著她去的 所以他們坐在那邊的時候 醫生會診的時候 妳知道嗎 醫生不是在跟她講話 是在跟我講話 其實妳壓力不要這麼大 不要給她很大的壓力 不要給她精神上的溫室 所以啦 你看 所以不楊老師講的啊 假象啊 對 我現在知道 現在知道囉 好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哪一些 新作的女生 改名字先不要叫我李雅萍 叫我李明依 沒有好到哪裡去 沒有好到哪裡去 李雅萍跟李明依其實是 差不多不像上下 沒什麼 真的啊 對 那算了 好 我們另外找名字 有些女生 我們說她是這個 刀子嘴 豆腐心 嘴巴呢 漸漸的 壞壞的 兩個標準的代表人物 李明依 李雅萍 不會傷人 可是其實她心裡面 沒那個意思 對 那我們來看看是哪一些 新作的女生 我們來請教唐老師 我們講到這個刀子嘴 就要講到水心 因為水心呢 就是跟我們的說話有關係 那這個雅萍姐呢 太陽是雙魚座 水心是在牡羊座 那每一個人檢查一下 水心這個符號呢 就是一個金星上面 又多了兩個耳朵 那個就是水心了 所以把命盤拿出來 太陽跟水心都在哪裡 你就有可能是刀子嘴 豆腐心的女生呢 我們來看第五名 第五名 太陽跟水心在天蠍座的人 天蠍座 天蠍座就是講話就是難聽 也沒別的 她大概沒有什麼太多的好話 她只有對那種 不關緊要的人事物 她會有一種 不發表意見的那種態度 可是如果她真的要說話的話呢 出於她的黑色幽默也好 或者出於她的犀利也好 你就會覺得她講的話 怎麼這麼難聽啊 但其實呢 天蠍座跟你無冤無仇的時候 她是希望場面和平的 所以當她知道自己講了一句 難聽的話之後 她就會耍寶來衝淡那個氣氛 所以你就常常看到天蠍座女生 有時候會很賤的 用很賤的表情來講一句 很銳利的話 然後之後再跟你說 我是開玩笑的 誰是這個代表 誰是這個代表 唐麗琪 她就是啊 我了解 我了解 可是因為天蠍座是水象星座 水象星座通常裡面都是軟的 像這個誰 陶金銀 也是天蠍座的 大概也就是說 說話的時候 常常你會覺得她好像在傷什麼 可是其實不是 她可能就是 只是想到就說了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刀子嘴豆腐星的第四名是誰呢 太陽水星落在射手座的人 太陽水星落在射手座 講話跟劍一樣快 通常他們都是 應該這麼講 就是她嘴巴比腦袋還要快 對 她有時候可能說出因為她自己會後悔 她來不及 大概已經到了 對 後悔已經來不及 怎麼這些缺點我全部有耶 像這個射手座最近的 比較有代表性的 他就已經說出來了 而且有時候呢 他們是有完美主義的傾向 射手座在講事情的時候 他是用高道德標準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就會覺得她好像老師 咄咄逼人 咬著不放 一定要跟你把真理辯論清楚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名 但是心腸是好的 因為它是為了你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名 太陽跟水星落在哪裡呢 太陽水星落在獅子座 你也有可能刀子嘴都浮心 通常獅子座的刀子嘴是怎麼來的呢 他自尊心受傷了 他覺得你在傷害他 他就一定要壓過你 所以吵架的時候 你找獅子座吵 你簡直是 他就算道理講不過你 他嗓門也會比你大 氣勢也會比你旺 可是在這個同時 他好討厭自己這麼難看 對 所以他可能是一邊罵 一邊掉眼淚 然後一邊把他過去 對你的觀察說出來 然後再跟你說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這樣講的 蕭氏座的圈內的女主持人 羅碧蓮 羅美 刀子嘴豆腐心 其實他沒有那個心 那我們來看第二名 刀子嘴豆腐心的是誰 太陽水星落在 好 來了 雙魚座的女生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雙魚座的女生不是很浪漫嗎 不好意思 那是談戀愛的時候 談戀愛的時候 注意好 這針對事情或是針對外人的時候 他就是了事 而且他心急 對 他是那種 快點 你的答案是什麼 你到底想怎麼樣 然後一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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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非常的巧妮 對 巧妮分明 我很討厭人家說故事 從那邊 南邊什麼日劇時代 說到民國再說到 然後再回到這個點來的話 我已經不耐煩 我說拜託主題好不好 重點 所以很有意思 像我們一般對於雙魚座的這個 遠來的印象 都以為說他們就是這樣 迷迷糊糊 很浪漫 然後沒有時間觀念 可是其實還在看狀況 看事情 沒錯 看他們敢不敢興趣 沒錯 對 我要不興趣的 沒有什麼人話 我掉頭因為看不見 就走了 其實雙魚女還滿講義氣的 比如說我們常說 她理財是白痴 但是她會去找專家 她只是白痴在信錯的專家 對 然後專家賠了 她就認賠 因為她要講義氣 對 她真的是太準了 因為為什麼我今天才來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沿路是打電話 甚至於還叫做 你看我在那邊講行動的電話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有幾條帳 我算不太清楚 你知道嗎 我一直打電話給銀行人 叫銀行幫我去理好 然後約好明天兩點鐘去碰面 叫人家來幫你算算了 對啊對啊 因為我實在是算不清楚啊 為什麼我算鈔票可以算十次 十次都不一樣啊 你很容易被干擾 那你這樣子還愛打牌 那你打牌贏的錢 永遠不知道贏多少啊 不知道啊 永遠不知道啊 真的喔 我皮包有多少錢我也不知道啊 而且你知道嗎 算三隻都不一樣啊 真的喔 而且那理財專員只要很全肯的 對 非常專業的 跟她講一遍 對…跟她講一遍 然後說很不幸陪了 她會說沒關係 沒關係… 對… 我說我要是我弄的話 搞不好就沒有了 像她這樣講的 我好想就是說不想當主持人 我想當那個銀行員 我來跟妳好好的人 而且專門找雙魚做客戶 對 專門找雙魚做客戶 然後我就沒等她來上門 你知道嗎 我根本不用上班 然後我就好好跟妳講雅萍姐 真的… 但是也要碰到雅萍姐這種人啊 對不對 你知道嗎 那我只要跟著妳就好啦 吃不完 我只要做妳們這個客戶 還要玩一下 永遠大哥真心還要辦演唱會 不是嗎 我就收不完啊 你們賺多少我拿多少 壞不壞 壞 好 我們來開始 我們來看第一名 太陽水星落在哪裡的 不是 牡羊座 又中了 水星 是的 妳的水星就在牡羊座 水星在牡羊座就叫心直口快 商人不自知 而且她沒有想那麼多 她在回答妳的時候 妳不是要答案嗎 我就給妳答案 妳還受傷 那妳就不要問我嘛 她的腦袋是很直接的 我二女兒就這樣 我那二女兒 也是這樣子 又愛問 經常都聽到她在那邊得罪人 人家朋友的問題 我說妳怎麼這樣回答人家 她本來就這樣子 這樣回答就對的 甚至她爸爸有時候問她 妳個頭啊 連爸爸都這樣子 對啊 她很直的妳知道嗎 好 而且有一點很妙的是 這個牡羊跟雙魚 這個完全顛覆大家的想像 妳在雙魚座跟你就事論事的時候 妳跟她撒嬌是沒有用的 因為她會追著那個事情跑 可是妳跟牡羊座就事論事的時候 妳跟她撒嬌是有用的 難怪了 她爸爸每一次都是跟她女兒去撒嬌 女兒啊 妳好漂亮喔 妳想吃什麼 爸爸買給妳啊 就好像那個獎金一樣 爸爸買給妳啊 我女兒就這樣 其實牡羊座的這個代表性的 女性人物還滿典型的 譬如說像淳文茜 像李昂 都是那種就是說 其實他們都說到重點 但有時候難免就是說 大概說著無心聽著有意 聽的人就會覺得說 都很犀利喔 對 都非常非常的犀利 犀利是犀利的話 就是她講的妳撒嬌就有 就有辦法 她爸爸就是會去跟她女兒撒嬌 我就不會 所以我們兩個人 每一次都是在那邊 好像兩個鬥雞一樣 對 那像萊萍姐跟余天大哥 就是你們兩個經常 其實聽起來是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吵 對 對不對 妳有吵過最無聊最無聊 連妳都覺得很無聊的那件事情 是什麼事 大便 大便 有唱課什麼 有有唱課什麼 就是大便那件事情 好無聊喔 這個很無聊你知道嗎 其實真的很想講 妳們來評理好不好 我現在請妳們做工作 好好好 妳把這個原委好好講講 原委講出來 好像大家都認為 全世界的人都認為我不對 真的全世界的人都認為我不對 我真的要抱怨你知道嗎 妳們幫我作證 那天情形是這樣子的 譬如說中午12點起床 起床的時候 我是跟人家約了兩點半要打麻將 不是 談事情 談事情 OK 談事情 兩點半 要談事情 那余大哥從12點 他大概十分鐘進去一次廁所 十分鐘進去一次廁所 那我就坐在那邊 在那邊等 我心想 大概這次出來的話 我應該可以進去了吧 等到我一剎眼之後 一接個電話 他又進去了 那我實在是時間已經快來不及了 你知道嗎 我就推開門了 妳幹嘛啊 哪來那麼多大便啊 她說 幹嘛 老師大便多也關妳 我大便多也關妳是啦 也愛著妳啦 因為什麼 我要用那個洗手間 我要刷牙 我的氣餅都在那裡啊 對不對 那她是站著毛坑一直不拉屎啊 對不對 那這樣你待人會火啊 對不對 結果這個事情 她這樣回我一句 對我來講是一個 從來沒有這樣 太吵了 為了 對 要大便見性 頂撞妳了 我當場一句話都不講喔 我就直接拿起電話 翻機號碼給我 我直接到機場 斷 我就出國了 然後一個月沒有回來 好帥喔 對啊 然後離婚協議書寄給她 然後從頭到尾就只是因為 站著那個廁所 那個大便的延時機 對 就是大便的延時機 所以她實在到現在為止 她就想不通 為什麼我會發個大便 所以妳們也是一個奇蹟 你知道到現在兩個人 還在婚姻裡面 對啊 因為水瓶座夠小男人啦 真的啊 裝 裝的 她內心不服從對不對 我也是這麼覺得 所以她有時候才會發 但是這裝得滿好的 因為連病都裝 那是還掛急症 對啊 還去打動脈血管針 那個多痛哪 可以失蹤到那個樣子 好 我們來看看 就是從心靈靈咬來看 哪一些人呢 他會在感情的過程當中 就是會跟另外一半吵個不停 我們來請教不楊老師 好 我們來看這個題目 常與另一半爭執吵架 那今天呢 我們這個密碼來看分三種 第一種就是 三角戀情爭執多 就為了第三者 不管是男是女 他們彼此之間 比較不容易專情 那為了第三者 他們想要爭執 我們來看是什麼樣的心靈密碼 來 姓是筆劃數七劃的 七劃的例如姓李 吳 和 宋 于 杜 沈 跟姓呂 當然其他七劃也不含在內 我們放不下 那女孩子名字 劃數是十三 十九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四 二十五 跟二十九 女生啦 女生啦 好高興是誰啊 你們都剛好跳過 送獎 好 那如果是男生的 他名字畫數是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六 二十八 跟三十 你們兩個都沒有 都跳過 所以你們沒有三角戀啊 對啊 你們不是為三角戀草啊 我們是為大便啊 好 那各位觀眾 如果你姓是筆劃數七劃 你是女生 你叫做月美 月音 家蓁 淑芬 淑芬 春華 美華 淑娟 還有宜華 宜淨 秀霞 嘉惠 師惠 韻茹或小萱的 你要特別注意喔 你在談戀愛的時候 一定要專情 或是說你考慮到另外一半有沒有專情 不然的話 可能因為三角戀爭執 那如果你是男生 你姓是筆劃數是七劃 你叫做 智成 陣險 智遠 家強 國徽或叫做健尾的 你也會發生同樣的問題 那談戀愛特別注意這一點就可以了 那第二點我們來看 個性不合比真質多 這種是因為 純粹是因為思考邏輯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是什麼樣的 這樂透一定中獎了 你看好了 我們的一定有 沒有 沒有 我以為我樂透中了好幾隻 好 姓氏筆劃數十一畫 十一畫例如 陳 張 莫 梅 許 陶 還有其他屬於十一畫 我們放不下 那她的名字畫數 女生是 十四 二十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跟三十一畫 那男生是 十一 十三 十五 十九 二十一跟二十八畫 這兩個畫數比較是 因為個性的問題 那如果說你的名字 姓氏筆劃數十一畫 你是女生 叫做佳如 玉山 文靜 思涵 或是叫月蘭 小林 麗君 佳文 樹蘭 小慧等等的 那你就是中了 那在談戀愛的路上 那你要考慮到說 思想的問題 個性的問題 可不可以去溝通 可不可以值得去談戀愛 這很重要 如果你是男的 你叫做大宗 永正 智成 或智鴻 劍鴻 還有俊傑 家瑋等等的 那你姓氏筆劃數是十一畫呢 那建議你在談戀愛當中 必須要挑選個性 戀愛跟婚姻是一種精明 好 第三種 金錢利益 爭執過 我問錢的問題 你也沒有 好 我們來看 動估 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姓氏筆劃 來 對不起 姓氏筆劃數 十二畫的 十二畫的有 紅 黃 增 紅 油 喝 湯 還有姓費 當然還有其他十二畫 放在裡面 沒放進去 因為寫不下 那也算數 好 那名字畫數 女生是 十 十五 十六 十八 二十跟二十三畫 那男生是 姓氏的話 那個名字畫數是 十七 二十二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八跟二十九畫 那如果說你是女生 你姓氏十二畫 你叫做 心儒 文儒 秀芳 玉佩 還有婉君 香儒 美玲 心儀 宜芳 美雪 嘉惠等等 那你這個畫數就中了 那老師在這邊給你建議 談戀的時候不要那麼智障 不要錢給男生 不然你會有爭執 你會覺得錢付出沒有收穫 如果你是十二畫的男生 你叫做 你是姓十二畫 你叫做自強 智龍 聰明 國好 心儒 宗憲等等的 宗憲 宗憲姓吳 那你在談戀愛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太小氣 小氣到另外一半會受不了 是這樣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 余天大哥跟雅婷姐 他的姓名密碼 是 那他們兩個人呢 誰比較會去主動去招惹 另外一個人來吵一吵架 我剛剛說 一個叫急進風 一個慢兩種 基本上招惹會是你 但是他會發生現象 你看他不習慣 可是你會火 你會直接的去彈 直接去把它挖出來 對 我比較會講出來 對 但是比較有道理的是你 那余大哥會比較閃閃躲躲 或是他會想盡辦法 把這些事情淹滅掉 對 而且還有一點的話 他把它講到 好像都是我的個人過錯 對 因為感覺上都是你贏 事實上最後還是他贏 對 真的 老實在講的話 觀眾朋友千萬不要誤會 我真的是很溫柔 很善解人意 而且我真的 我一點都沒有欺負一天 可是大家的印象都是 好像我都會欺負他 其實老師你做這個 都是他欺負我 OK 可是 可是 可是余大哥是屬於比較紳士士 對啊 老師 他並不是說 對啊 本來就這樣子 其實也不會 也是我欺負他 對啊 他會讓我來這輩子 好 我們來看 是什麼樣子的居家風水 會引得你們這對夫妻 經常的爭吵不休 那我們就要特別小心了 我們來請教黃老師 我們講我們居家風水 對 每天生活在裡面 一定影響我們的情緒 心緒 那夫妻在一起 就受到它的影響 所以今天我就提出幾項來 第一個 就是我們家裡 不管在任何地方 餐廳 客廳多好 不要放那種太尖銳的東西 形狀上面 譬如說刀子 剪刀 你不要擺在外面 或者那種牙齒露出來的動物 或者奇形怪狀的一些肉 那或者是什麼 那種什麼羚羊的腳 基本上是不要 牛腳 那個什麼雞的嘴巴 對 反正就家裡擺設這種尖銳的東西 比較引起夫妻之間的衝突 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我想這是嘗試 大家都知道 家裡擺設的東西 最好動線流暢 不要說客廳很小 但是家具很大 走起一路來都好像 這裡會撞到 那裡會撞到 東西你這邊哪不方便 哪不方便 當然你火氣就來 火氣就來 家裡就是夫妻兩個人 就撞起來了 我知道了 我現在知道原因了 你們家就是這樣 魚天有事沒事 他最喜歡看什麼你知道嗎 燈身購物頻道 然後就每一樣東西都訂 我一回家之後的話 半夜一起床 我冬狀西狀為什麼你知道 無形中半夜多了好幾樣東西 都不用的 什麼跑步機 健身機 什麼拉高機 就真的就是弄得到處都是 對 我房間一堆什麼 銀雕 水雕 汽血機 到處裝 所以說是 所以屋子本來寬敞的 對 本來很寬敞的 後來就是這樣訂回來之後的話 就變成 他故意挑起來 我們兩個人的口角 你知道嗎 其實本來沒有事情的 他到處放 所以你看 要問他訂著 對啊 然後生鏽 從來沒有使用過一次 觀眾朋友 我這樣畫給你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們有東升購物頻道 你是雅萍二手購物頻道嗎 我還在接他的線 二手 六折 三折 樓道開來 全新 對 那麼家裡的佈置是 就是說我們要走得比較順利的話 出了門口也是一樣 大門出去最好就是大路 我們開車開出去就是直接很通常 不要開出去之後巷子 或者經過菜市場 或經過人家的陽台 家裡的話 走起來真的最後 我們每天生活在裡面 很不準 你在家裡有 那有一些事 他可能住的巷洞都比較小 比較繁複 可能這樣 鑽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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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陽台進到陌生人家裡 人家可以闖空門 你想說那個方向大概差不多 你就從那邊這樣穿過去 對… 跨到陽台就進去 所以我以為就是他家 你知道嗎 原來他家是在左邊 他家是在右邊 我就直接從那個陽台這樣進去 我進去 然後他這樣看 我這樣看他 然後我說我找誰 我在隔壁 我就趕快這樣出來 就從陽台進去 出於女方向感 沒有方向感 好迷糊喔 對啊 我從北投到山童 開了四個多鐘的車子 我沒往北搞錯了 好 那我們講到風水寬衣 容易引起夫妻爭吵的 還有第三項 第三項就是家裡 直接水火箱沖客 什麼叫水火箱沖客 例如說你家裡的廁所門 正好對到廚房門 廁所是水 廚房是火 剛好水火對沖 那如果家裡有這樣的布局 也是很容易引起夫妻的吵架 或者說你家裡的瓦斯爐的 所謂的罩口 剛好對到冰箱門口 冰箱是水 瓦斯爐是火 又是水火箱口 這個也會有 對 你每天在那裡面生活 剛好我們家的爐罩在這裡 冰箱在這裡 那要怎麼辦 那要怎麼辦呢 你把冰箱門轉過就可以了 冰箱好重啊 還不如轉罩嘛 轉罩比較難 通常轉罩比較難 因為它下面有那個 料理胎的關係 所以通常我們是轉冰箱門 那如果巷的外面 沒有關係了 對 向外面不要向到 直接家裡的大門口 向大門口又不行 只能向在家裡的 其他的方位就可以了 這好困難喔 我想想看 好 沒關係 我回家處理 我現在已經忘記 我家是怎麼樣 你首先要先回得了家 然後你再好好處理 對 以上就是請各位做參考 謝謝 我們家裡的居住 風水要注意的事情 好 來 當然我們知道這個 戶器間小小的鬥嘴 有的時候其實是 增加一點情趣 那個是那種小小的故意一下 可是長期以來 如果光是這樣子 就是無聊也鬥 有事也鬥 就這樣鬥… 有的時候會變成一種 長期的精神虐待 對 你覺得喔 余天大哥的什麼行為 對你來說 就是一種精神虐待 我已經在樓下等 我已經在樓下等了 他還可以慢十分鐘才下來 還有這一點 另外還有一點的話 我吃飯我不能吃很快 我吃快我會胃不舒服 他偏偏就給我三分鐘吃完 那你們兩個那種快慢 還…兩個還輪分上陣了 然後我就會很生氣 其實我這樣掃爬著我就不吃了 他不太快 你生氣 對啊 我生氣了 我就不吃了 反正我不吃 你吃這麼快 你完全叫我不要吃 那你不吃了 他會吃比較慢嗎 我不吃 他會再陪你嗎 我不吃 對他來講的話 尤其是結婚以前的話 我只要講我不吃東西 那天啊 不得了 不得了了 其實我偷偷躲在裡面 餵裡吃麵包 吃餅乾 可是你只要當作他麵不吃東西 他就覺得受苦了 你不這樣子得了 他不會擔心也不會害怕 這個我們要多學一點 有時候還假裝不吃飯這個 對…也假裝 但是覺得要藏乾糧 對 就是你還要好好的這個藏一藏 我們來看看呢 你會給你的另外一半 什麼樣的精神虐待呢 一起來進行我們的開運水廂誠演 好 其勢學家說 肉體的傷害是一時刀 不過精神的虐待會一世 會讓你生不如死 那今天的水廂測驗呢 進入潛意識 我們來測驗一下 你會給另外一半 什麼樣的精神虐待 那我們這個水廂測驗呢 這是目前在歐洲很流行的行業 就是聞臭的公司 你會想應徵哪一個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 你內心的秘密了 哇塞 這歐洲的新興行業還真怪 對 來 你獨自一個人在國外 那你需要找一份工作 來這個聞出你的生計 那麼現在就有五間 就是聞臭公司缺人 你會勉強去哪一間 注意喔 他們的重點就是 你要去聞那個臭味 那你可以選擇哪一樣來工作 一 聞角臭的客足臭公司 二 聞頭臭的洗髮精公司 三 聞狐臭的客藝香公司 四 聞口臭的客藝香公司 五 聞屁臭的空氣公司 這是真人的 你要聞真人的味道 是聞真人的味道 是聞真人的味道 譬如說有一堆角臭 就是真的一堆角在那裡 你就去聞他們 一個一個拿起來聞 或是有一堆屁 那你一定要去聞嗎 你要選一個 那我就選屁臭好了 好 服洋老師選一個 來 我選狐臭 狐臭 狐臭也是很臭 其實狐臭因人而異 有些比較淡面 對 他會比較因人而異 真的嗎 唐老師 我選頭臭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最快能夠解決的 我幫你找個黑人 我幫你找個印度人 黃老師呢 還是狐臭 狐臭 狐臭 有的是香的 你 我決定了 狐臭 狐臭 我跟你講 因為有很多人 像我們那種唱歌錄音 你都不曉得 有些人 狐臭到了 快快會跑了 你知道一進到那個 就是每次拍外景 拍拍拍 然後換棚內 或是換去室內 去人家公寓裡面 那工作人員把鞋一坨進去 你就一陣暈眩你知道嗎 然後還繼續主持節目 大家好 好 所以我們滿習慣狗臭的 狗臭我還可以忍受 可能 我聞過狗臭 我聞到吐過 有時候那種臭味 就是你會聞到那種霉 對啊 有有有 因為霉的味道對不對 不是你屁臭一下就過了對不對 你狗臭的話 如果說你一直坐在那裡的話 它會持續你知道嗎 對 狗臭會持續 對啊會持續 屁有的也會聚在一起 很濃的那種屁 對 很恐怖 那是叫拉肚 對 很恐怖 好啦 已經臭到不行了 趕快選一個 我們請高老師解答 好 若寬夢想選第一個 跟Emmy一樣 她覺得她勉強可以去 腳臭公司上班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 你用一個另外一半的 精神上的虐待會是什麼 大家來看一下 喋喋不休魔音傳腦 是你一張嘴 好其實這類型的個性 其實滿挑剔的 她覺得不說很難過 她覺得看了對方 有一點點問題的話 她很想告訴對方 真的是為對方好 可是對方會覺得很可怕 如果一天一樣是的話 365天 就365天的事情 那加上如果結婚了很久的話 10年 20年 30年累積下來 而且如果同樣一件事 又犯錯的話 她會把那些事 又全部拿出來再講一次的話 其实另外一半会觉得魔音穿脑 觉得受不了 就是他那张嘴 会疯掉 会疯掉 对 好来 如果你选择的是 纹头臭的洗髮机工心 好 跟唐老师一样 那如果有朋友选这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你给另外一半的精神虐待会是什么 大家来看一下 要求太多是个完美主义者 好 其实这类型的 他有自己一套理想的标准 他觉得另外一半应该要很幽默 然后要很乖巧 然后自己有自己很多很多的想法 可是另外一半会觉得很累 然后为了你这个目标 就疲于奔命 这时候会觉得精神虐待很严重 就觉得说我永远永远都做不到你要求的 他觉得很累很累 好 来 如果是选择纹糊臭的 特异商公司 跟我们的两位男老师一样 来来看一下 自己爱花钱挥霍无度 其实这类型的人对自己非常的好 他觉得为爱自己是很重要的 所以比如说小黄老师去登山 他就可以花多少钱 他可以去国外去登山 他觉得没有关系 不会手软 因为这是他的梦想 那普洋老师的话 觉得他也可以喜欢的东西 他可以去买的话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宠爱自己的表现 可另外一半觉得 你是不是忽略我 你去登山我一个人在家 其实很无聊的 这类型的人 其实长期下来呢 另外一半会觉得精神上 有点被虐待的感觉 好 来 如果是闻口臭的 可以知道呢 你给另外一半会有什么样精神虐待 大家来看一下 这类型的人就是什么事情都要一把抓 主控欲非常非常强 而且最重要他非常爱吃处 他觉得爱上对方的话呢 另外一半就是他的 所以任何的风吹潮动呢 他会提高警觉 尤其是异性 如果进入他的领域范围之内呢 你可以知道呢 他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会咄咄逼人 让另外一半觉得非常的受怕 好 来 如果你跟杨妮姐呢 我都不能选这些 来 选择了一个档 快快快 屁臭的 好 如果我选择跟亚妮姐一样呢 可以忍受屁臭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给于天大哥呢 什么样的精神虐待 大家看一下 太强势 太爱掌权 他很像皇太后或是皇帝 所以那个另外一半就是要服从 要乖巧 不可以回嘴 什么可以回嘴呢 对他来讲说 根本就是一个无法忍受 自尊心受到很严重的伤害 这个怎么可以从你嘴巴来说出来 就另外一半会觉得很雀怒 我觉得上个厕所又怎么样 我今天动作慢一点又怎么样 可是那皇太后一发威 其实另外一半会觉得 非常的感觉很可怕 你知道 坐在马桶上的人表情 你都知道那个表情 是什么样的表情 然后一副就 很无忽的 怎么办 而且已经在便秘了 所以门一打开 又撞回去 刚刚好不容易你知道 酝酿了十几分钟就在门口了 但是你一打开 怎么会这样又会去 你知道吗 然后还要去 还要再想要上厕所 这个人已经打电话要去机场了 对 然后就在厕所 然后老婆不见了 出来老婆已经飞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昏倒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恐怖的精神虐待 所以你知道我觉得余天大哥 我们可以颁给他一个奖 他可以几乎是我们台湾的国宝 这个人怎么还活着 他也闹精神虐待生 对不对 对啊 他真的还活着 好恐怖喔 你干嘛 你讲这话什么意思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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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谅雅萍姐 那当然你直来直往的个性 对着这个余天大哥是无可厚非 可是有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说 连在外面 就是说你在外面看到有一些什么 看不顺眼的事情 你也会跳出来主持功道 会吗 我可以在飞机上面 就跟人家就杠起来 其实也不关我的事情 怎样 我们因为他坐在我里面的位置嘛 那就飞机挺好的 不是大家要出去吗 对 我们说我们要按照顺序 他就一直要挤出去 我说我们要等前面 前面还有人先等人家先走了 之后我们再出去 对不对 这个是正常对不对 我教导他 后来我走到前面 他竟然跟我讲一句 哼 做明星有什么了不起 做艺人有什么了不起 好 哇 我就啪 又回头 我今天所有 秀也不要做 我也没有什么形象 你今天也不要给我下飞机 我一看到他后面 还有一百多个 要下飞机的 我说好 不要挡到别人 我就拉到他的鳞子 你给我下来 对不起啊 示范一下老师 这样 你什么东西 你看这样 我才闻到原来他一股酒味的 原来是宿醉喝醉酒了 喝醉了的人 后来他被我这样一一拉 他一直说对不起 对不起 但是火已经发起来了 哇 雅萍姐很带肿 所以我秀也不要做了 我觉得你给我弄清楚 好 我们来看看 谁会在十一月份 就会惹这个口舌是非 那要特别的注意吗 哪些星座的 千万不要有我 我们来看一下太阳 跟上升星座 通通都要参考 因为这跟孕有关系 哪一些人很容易有口舌是非 有时候是跟说话有关系 又有什么事情引起呢 第五名口舌是非多的是 太阳上升在处女座 我儿子 太阳上升在处女的人 叫无事生非 你多嘴什么 有些事情 你就不要好管闲事了 你会因为好管闲事 你会因为你自己的正义感 或你觉得我应该要出来说出话 结果两方人马全部都 箭靶都堆到你了 所以处女座的人会觉得 我怎么这么倒霉 就是有那种无中生有的感觉 谢谢 而且我赶快回家警告我儿子 对 小说两句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名呢 太阳上升在 双子座的人 双子座应该不是只有十一月份吧 应该是每一个月份整能度吧 被口舌是非 来自于它很倒霉 被卷入是非当中 所以简单讲 请双子座的人不要好奇 你就算在旁边张望 可能一个石头都会丢到你 人家会觉得说 你来当证人 来来来来 我就是要你来作证 双子座就 讲了一个什么 我看到了什么 结果全部的人就说 你看到的 好 于是你就无端的身为 去被卷入是非 对 被卷入是非 这个是最无辜的 简单讲就有点倒霉 我们来看第三名 是太阳上身在 牡羊座的人 而且女儿都有 这个牡羊座就是人多嘴杂的时候 还有她事情很多 十一月份她非常的忙碌 难免顾得了这个 顾不了那个 对 被你没有顾到的人 就心生怨对了 很可能就在背后 可能跟你有一些恩怨 那牡羊座的人是搞不清楚状况 因为她要对付的事情 她就算已经学会一次对付三件事 可是这次有九件事该怎么办 太直了 对 所以麻烦很多 跟她屁事 她会觉得 我好好做事怎么会有是非呢 我们来看第二名 太阳上身在 天蝎座的人 太阳上身在天蝎的人 最近应该过得蛮爽了吧 说话说得很溜 然后有什么事情也坦白了 可是这样子就会惹来小人 有些人 因为你的某一些话 你说者无心 他听者有意 或者是最近你的某一些表现 让他觉得他很想 在魂后面弄你一下 所以口舌是非就这样来了 你光解释就解释不完了 我们来看第一名 太阳上身在 射手座的人 射手座是怎么回事呢 你的口舌是非 跟你的桃花有关系 可能是你的恋情 或者是说 你跟对方之间 好也好 不好也好 别人放了一些什么话 你于是不得不有回应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口舌是非就这样来了 因为 我说公有理 我说朋友理 有 请教亚萍姐 就是说 因为你们两个这个婚姻 当然我们说吵吵闹闹 也这么久了 而且好多次 你都已经就是 这个离婚协议书就签了 对啊 但到底就是说 你当初会决定 嫁给云天大哥 一定是就是说 欣赏他的某一些优点 是为了什么 那些优点现在还在吗 他基本上的优点 他很顾家 他很顾家 他家摆第一位 对 他很有责任感 他会以家庭为最重要 而且他尤其是他自己的亲人 或者他的比较近的朋友 他都非常照顾 对啊 所以难怪每次走的都是你 然后他只是到楼上 对 他就守着那个家 拜托 拜托 我也是对亲人很照顾的 好不好 他也是看中我这一点 奇怪 你一副好像不屑的表情 没有 没有 你怎么看得出来 我怎么看得出来 我多么敏感的人 真的是 我们来进行我们的开月水上测验 看看谁会是你爱的克星 你碰到这样子的人 你就没辙了 跑也跑不了 其实魔鬼有克星 爱情中也有主义你的克星 所以今天的随上测验 进入潜意识 我们来找出来 谁是你爱情中的克星 那这个随上测验 我们来幻想一下 如果你是电影中的 古木骑兵的罗拉 有五条路 你会选择哪一条路 我们就可以测验出来了 好 幻想你是在古木骑兵里面的 这个罗拉 这位女主角 那你走在最后一个 关卡的时候 现场有五条路 可以供你选择 请问你会走哪一条路 才能够这个 离开 过关 好 一 往有保险箱的左边走 二 往有小水池的右边走 三 从你脚下 有铁道的下水道走 四 往有密道的前方走 五 往有枯井的后方走 你觉得哪一条路可以走出去 当然是有下 脚下有铁盖的下水道走 铁盖的下水道走 那一个不行喔 那里面有老鼠 有老鼠一定有老鼠 一定有老鼠 往有密道的前方走 干脆有往密道的前方走 好 走密道 对对对 试试看 走密道 好 浮阳老师 选择二 二 小水池的右边走 对 沿着小水池右边走 选择一 保险箱的左边走 三 往你脚下有铁盖的下水道走 对 我也是选择下水道 电影里面都是这样演 跑不跑 没路了 盖子打开 下面还有楼梯也跑 这样是吗 爬爬爬 通向大海 然后跳出来 就是人家的后巷 这个都是电影里面 我刚才讲 就是一些老鼠 铺得满满的 搞不好密道打开 全部是一堆死蟑螂 是的也是 好 我们看看 咱们的选择是什么 你请高老师解答 好 如果观众选 第一个跟我们的唐老师一样 他选择的路是往左边 有保险箱的位置走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唐老师的爱情的克星会是谁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 又对他又红又疼 温柔公式的小心肝 小心肝 小心肝 他是肝不好 对嘛 别谈恋爱就要疼对方 好 其实这类型在感情中 其实爱情中是比较感性的 他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其实要甜甜蜜蜜的 很容易被爱情的这种 温柔公式困住在里面 很容易陷入那种温情 或是甜蜜 小心肝的这种红片中 所以当他碰到这类人出现的时候 就很得陷进去了 就是他的爱情中的很可怕的克星了 好准 对 喜欢这个温柔的 甜蜜蜜的 越不甩你 却让你越想抓他的小贱人 所以这本身就是也蛮贱骨头的 很冷甩 对不对 人家越不离你 掉头就走 你就跟着他后面跑 对…我们就要理他 要理他 好 其实这类型的人 在爱情中 其实他是蛮理性的 或是他性格就很理性的 他觉得他很不服输 但这类型的人出现的时候 他就越想征服他 越征服他的时候 他就觉得有一种快感 有种猎人抓猎兽的那种快感 好 来 如果是选择这个 脚下有铁道的下水 铁盖 铁盖的下水道 铁盖的下水道 跟我跟黄老师一样 好 这两位呢 目前呢 谁是他们的爱情的克星呢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让你不愁吃穿的大金钟 太现实了 这个很准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 我现在根本就是不想谈恋爱 除非你就是拿钱来把我砸死 对 一 二 对不对 帅 漂亮 帅 帅 这类型的目前的心态 都选安定 然后安全的感觉 所以呢 他觉得说物质生活呢 如果对方都给他很安稳 很舒服的感觉的时候 他很多压力可以消除 而且很多梦想 他可以放手去实现了 但是这个是要有一定的年纪了 才会选择这个 我跟黄老师一向就是我们这里面 这个常心组的答案 常心组 对 常心组不求人的答案 对 好 好 各位朋友们 第四个跟雅琴姐一样 她会往密道的前方走 目前谁是她的爱情的客戏呢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床上功夫一流的帅帅牛魔王 你好年轻喔 我 怎么可能 男人生年轻 好 余天大哥 余天大哥 是不是最近比较出来的感觉 比较没错 其实她有一颗浪漫的心 其实这类型的人 其他的欲望是很难被满足的 好 那如果呢 今天有一次呢 有一个很帅的牛魔王 能够真的能够征服她的话呢 她觉得是 哇 这太棒了 终于有个理想会的梦想可以实现了 那我会不会一走出门去 看到一大堆肌肉的男排在那边 我帮你准备 我帮你准备好了 不是啦 大家认为我就是这样 我只有 知道我从节目往后做到现在 我只有觉得这题不太做 你还没有碰过牛魔王啦 你现在都碰到旁边那些小罗罗 牛魔王真的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对 不要走 真的吗 没有来开玩笑吗 我来看看 如果选择五号网友 哭紧的后方走的话呢 好 大家来看一下 激起你很想保护的小可怜 好 其实这类型会有母爱跟父爱的光芒 所以当她碰到很可怜 很需要她帮忙的人 不管是物质上或精神上 她会开始无限量地供应对方 所以要特别注意 不同的个性 会在你不同的潜意识的时候 遇到的时候就会发生了 好 其实你知道吗 原来呢 我们可以从一个人这个胡子的样子 也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个性 跟他的运势 那留胡子是不是有什么禁忌 有些人还不能乱留 这个形状不能奇怪 是不是 我们讲一下 我们人的脸上 嘴唇上面叫做枝 嘴唇的下面叫做须 这一代叫做胡 但是我们习惯上 整个都叫胡须 胡须 那这胡须一定是男人才有 女人没有 那我们在人像学里面来讲说 年轻是两道眉 年老就一灵须 年轻的时候你看眉毛 因为眉毛是代表经历 那老年也是一样 他一直走下来 走到这边老年的话 你如果精力很旺盛 表示你身体很健康 你工作还很迈进的话 你的运气就会很好 所以老年就看这个胡须 好 那么这个胡须 我们在一般来讲的话 就可以看到这有几种 我先讲我们大概看到的几种 第一个叫山羊胡子 山羊胡子 山羊胡子就是只有下面有 上面没有 这阵子还蛮流行的 很多艺术家 一小撮 对 那在我们来讲的话 这个叫做观 嘴唇上面叫做路 要有观有路 但是它事实上没有收获 嘴唇上面是路 路就是收获 观想这些 有名无识 所以这种就是山羊胡子 所以山羊胡子 事实上是一种不好的 它只有一些名声 而且名声也不一定是很好的 但是它是没有什么收获的 这叫山羊胡 好 第二种我们是看 叫燕尾 燕尾在过去比较有 现在人比较少 就注意 它的重点就是中间这边没有 中间的人中部也没有 旁边这样翘起来 好像那个人丹胡 在英国 他往上翘 像戴那个道具一样 是不是 那这种一看 你就觉得好像小丑 事实上他人也是这样子 做不了大事 成不了大事 做事情很轻浮 所以觉得有点很好笑的 那他的为人个性 是觉得有点笨 这种就是书生 厌尾的 但是这比较少 再下面是困口 对 流到整个都连起来 整个全部把嘴巴关起来 对 他就像流了流浪汗的意思 困口 就是最后饥饿 那么倒死路旁 没有反思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表示他很懒惰 做事情没有 然后没有不得到 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么越做就越糟糕 那跟人之间的相处又不好 最后真的就是死在路边了 那我们来看余天大哥的胡子 就是说会影响到他的什么个性 跟他的运行 那重点在哪里 就是刚刚提过的 他人中有没有 人中没有就是一个败笔 人中一定要 因为人中这边是消化系统 他消化系统不好 或者做事情比较不稳的话 他这个量就没有什么可以流出来 那以余天来讲 他全部都有 表示这边还不错 另外呢 我们再看刚才讲的 这下面叫关 下面这上面叫路 对 所以关他不必求 我想余天他也不会去求做关 但是他有路 路就是收获 就是能够得到金钱 也就是说呢 以余天之后来讲 现代人都是这种流法 就是他只求路 不求关 而且我想余天在 他就算是做关 他也是垂帘听的 做什么关 没错 没什么必要 对不对 路好就行了 对 因为现在也不必求这个 对啊 他为什么留胡子 你知道吗 他因为年轻的时候很 不是 完帅吗 单手超车开车 那撞裂开来 有八 有一道八 对他留胡子 是从那时候开始留胡子 对 我们通常也是这样讲 如果你这个 例如说有些人下巴有伤口 或者说他的这一个牙齿不整齐 等等之类 这个属于这个嘴巴附近的长相 有点缺点的 可以留胡子来弥补 对 那么刚才那个主持人有问到 就是说 我们留胡子有没有什么禁忌 有的 中国人禁忌最重要的 你父母在 一定要问过父母的同意 是这样的 如果父母不同意 你不可以留胡子 那第二个呢就是 商事 家里有商事 通常就不能整理 对 就只能留 另外还有一种 光头通常不能留 光头有两种 一种就是和尚 和尚它本来就不要留 六根清净 第二种呢 如果是你自然的光头的话呢 表示你身体的血液循环 水系统 已经不可能有头发了 何必再去留这个东西来 就算留的话 一定是稀稀疏疏很难看的 所以我们通常留胡子 还有这一些禁忌 要注意的事情 好 接下来马上来进行 我们最新的神米神卦 所以观众朋友 赶快准备好12颗米粒 像我这样子 拿一个小碟子 或是一个小盘子就可以 然后上面有12颗米 一定要是12颗米 才能进行我们的神米神卦 那我们现在就请补洋老师 来告诉大家怎么做 我们现在要来补什么呢 最近你的财运败不败 好 首先呢 当你准备好米的时候 你要心里默念 我叫什么名字 我叫什么名字 那我要问我最近的财运 好不好 是好还是不好 然后默念完了呢 那请你就在手上12颗米 你就一把抓 抓完了放到盘子里面 或是放到桌上 当你数米粒 现在可以数了 如果米粒是属于1颗 5颗 9颗的 挂项就是属于1 如果2颗 6颗 10颗 那挂项属于2 如果你的米粒是3颗 7颗 11颗的 挂项属于3 那如果你的米粒是4颗 8颗 或是全部拿到12颗的 就挂项属于4 那好 我们先来看 雅萍姐您抓几颗 5颗 那你是属于第一种 第一种现象 那艾米呢 4颗 那也属于第4种现象 那黄老师呢 8颗 也是属于第4种现象 那唐老师呢 我是6颗 6颗 属于第二种现象 第二种现象 那高老师呢 12颗 12颗 那属于第4种现象 那各位观众 你属于第5种现象 你们知道了 那我们来看 你最近财运好不好 如果你挂项属于1的 那我们来看 会怎么样 这个挂项 原本它的数字是653 好 它的现象是 带空空 前跑人追 可以 好恐怖喔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跟你的花钱习惯有关系 或是你赚钱的方式 或是比较不容易去存钱 那如果你的挂项属于这种呢 那你就在金钱运用上面要得体 不要随意的就放出去了 好 雅兵剪就属于这种的 所以你人好爽 很容易放出去 好 各位朋友 如果你刚刚抓的呢 最近是多久 最近三个月以内 好久喔 三个月以内 你刚刚抓的是一粒 五粒跟九粒的 是 你就是带空空 前跑人追 要不要给你才专业 改天这一天 是 改天这一天 好 如果您抓到的挂项 是属于第二种 就像我们唐老师的 那各位观众 你们抓到是属于第二种现象了 我们来揭晓会怎么样 好 第二种是 多耕耘 金钱回馈 不错 这个现象就是 你如果有努力 你做什么事情 有计划 那它都会回来 不管你在生意上 在工作上上班 都可以 这是属于这种好现象 那这三个月 属于这种挂项第二种 各位观众 努力加油 回收 好 如果您抽到的挂项 是属于第三种的 我们来看 第三种的 现场都没有 如果您是属于第三种 我们看现象 好 第三种叫做 挂项是765 就是怒冲冲 借钱不回 钱还借给人家 还会拿回来 对 你如果抓到挂项第三种的 要借钱 对 你借人家钱保证不回 千万不要借贷 不要担保 对 就怕借人家钱还被人家骂 那更倒不如 所以千万不要借钱 对 忍三个月 那么有钱要借给人家 忍三个月 忍耐一下 那三个月不要借 那你的危机也是过了 就财气 还就可以变好的 那路易您抓的挂项 属于第四种 那一定是最好的 有黄老师 Amy 还有高老师 是 还有各位观众 您抓到第四种 你就注意看这个现象怎么样 来 好 那个挂项是444 好 好 这个叫钱盈盈 满载而归 就是问你做了什么 会得到相当大的收获 是 那如果你属于这种的话 这三个月 那你放胆地去做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Amy 好 不主持了 我跟你去爬山 都有前转 对 是不是他一直在 那三个月 对 你去剪金子 你会乐于助人吗 我要剪金矿 不 不行 我不行 我是第一个 我又不是那个什么什么 借钱不约的那个 不行 可是你的钱会跑给你追 我不能跟你靠近 我好不容易有钱 有钱 李老师 我好不容易有钱 真的没有意气 我跟妳講 那朋友啊 现在交朋友真的是算了 没关系 雅萍姐 钱的方面我没办法借你 下次在飞机上 我怕有这种人 我也跟你一起骂下去 可不可以 我这可以挺你 这样挺往下 对 好啦 等我 等我要补到这个挂的时候 你随时来跟我借 OK 好不好 真好 你看没有 真好 对不对 怎么比嘛 对 好啦 我们来看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刚刚你补的这个米挂 挂项是属于2跟4的 那么恭喜你在这三个月 的确你的努力是会有回收的 如果你是挂项1跟3的 请你要特别小心了 在这段时间也千万不要跟别人 有借贷的情形出现 是的 然后要守城 是 不要去投资 不要去乱买 对 夫妻是不是共同体 不一定 我回家给云天去抓 对 他另外抓一个 跟你不一样 你都要跟他讲对不对 对 好 来我们要谢谢雅萍姐 谢谢 谢谢老师 各位 谢谢各位朋友 谢谢你的收看 拜拜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 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